特首林鄭月娥在今年10月發表施政報告時 宣佈全面禁售電子煙和新型煙草產品 政府說禁止電子煙是以市民的健康作考慮 並期望透過全面禁售 來確保當年來的控煙成果不會毀於一旦 但是全面禁止電子煙和其他新興煙草產品 引來了各界的爭議 有人認為政府的做法是為了推動港人的健康而努力 亦有人批評政府只是針對電子煙 未有一事同仁將傳動香煙一拼禁止 張宇人認為不應該立法管制 應該是從教育去著手 他說法例不可以代表父母的教導 批評政府打算依賴法例去管制青少年和市民 是屬於錯誤的決定 他認為社會雖然很關心年輕人 但是因為關心他們而立法全面禁止一件事 並不是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法 他認為港人自律注重健康 因此不需要政府特意去監管 今年6月 食物及衛生局向立法會提議修例 向電子煙、加熱煙和其他新煙草產品 作八大規管非全面禁制 變相令相關產品合法化 引來醫學界和教育界的反對 憂慮如果容許電子煙和其他新型吸煙產品 有限度在市面出售 會對兒童和青少年造成負面影響 甚至有關住團體成立跨界別的禁電子煙大聯盟 促請政府在施政報告中 承諾和定出禁止電子煙的時間表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 在2015年 粗略估計少過1000人有每日吸食電子煙 但在2018年 有5700人吸食電子煙和加熱非燃燒煙草產品 佔整體煙紋0.9% 在兩年間 吸食電子煙的人數大增 在2017年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調查顯示 大約3.5%的受訪者 過往曾經吸食電子煙 當時仍未普及盛行 但是在受訪者中 年齡介乎15至29歲的人士 曾經吸食電子煙的比率高達37.4% 明顯高過其他年齡組別 在2018年 政府統計處調查報告顯示 香港有約1.4%的小學生 和8.7%的中學生 曾經吸食電子煙 令人憂慮吸食電子煙會成為潮流 影響兒童和青少年的成長 今年10月的施政報告 政府一改對電子煙規管的方向 宣佈全面禁受電子煙 引起各界的爭議 自由黨主席兼立法會議員張宇仁 反對施政報告提及的全禁電子煙 直指為了保障兒童和青少年 而禁電子煙多餘 如果你看過數字 由過往20年前 或者10年前 現在都跌到10% 其實你要看全世界 我們會看全世界 究竟青少年是否煙民多於其他人呢 除了一個國家 因此為多夏 我們是全世界最少煙民的地區 因為我們不是國家 但是用地區來說 我們是全世界吃煙最少的 我們曾幾何時有百分之十六十七的吸煙人數 新加坡很早期已經做了很多感煙的行為 在80年代 他們現在仍是站在11% 而我們香港已經試過見單位數字 而你去禁電煙就說 我要保障青少年 我想保護我們的兒童 以我來說是很多元的 你何時禁煙人數就吃少了 當然很容易做的 當我禁煙我去問你幾歲 有十六、幾十五、幾十四 有沒有吃煙? 我說有你就抓我 我今天說沒有 那就幾容易 嘩 突然之間我們青少年 零食電子煙 多有效 甚至最近局長說 如果有一天的煙文到七點八 我們就全面禁煙了 我見到這樣的探話 就是這樣的發表 我真的覺得很反感 為何我們到七點八就要禁煙 七點九就不禁煙了 是不是 是不是整天多數就要欺負少數 當某個官員 站在道德高地 數夠票去做事 今天你不吃電子煙 我張宇人都從來沒有吃過電子煙 我們就容易說 支持他 這些東西是真的有害的 有什麼問題 其實很多事情你做一做一做一做 你就做得沒問題 如果你的宗教 是排斥所有的宗教 你可以說所有的宗教 都是邪教 那到時連宗教自由都可以沒有 你為何電子煙 既然對人吸二手煙的禍害是少了 和對他自己吸二手煙 都是禍害少了 對他個人 那為何你要這樣 正正因為他答不到這個問題 他就說 哎呀我到七點八都禁煙了 這個在我來說 不是一個 這些東西很容易拿分 香港很容易企道得高地 因為香港始終有成 九成人是不吃煙 絕大部分人都不喜歡見到人 擔出煙 但是問題就是 正正是 少數人的權益 人權在哪 是否往往是要被多數人去操縱 去決定 而可以被剝削 不少煙民以為電子煙比較健康 或者希望循序漸進界煙 而轉為吸食電子煙 由於電子煙有不同的口味 和口味比較淡 而令到更加多人轉食電子煙 甚至乎因為更加容易入口 而令到煙民的煙引更加重 有電子煙的煙民認為 政府決定全面立法禁止電子煙的政策 是治標不治本和不可理喻 更加認為這樣會令到私煙的問題更加猖狂 希望政府可以參考外國政府的經驗 管制電子煙 22歲的Jack 吃了傳統香煙大概10年 自大半年前開始 因為朋友的推介而轉為吸食電子煙 因為我本身吃傳統香煙這麼久 去到一些 每逢轉季 可能轉冬季的時候 氣管比較差 通常都會有氣管炎 喉嚨痛等等 所以我想吃清一點 比較淡口味的煙 所以就試試電子煙 但是一開始是有點不習慣的 因為始終它的味道上真的有點不同 但如果你接受它之後 感覺上的氣管真的沒有那麼多問題出現 Jack會去日本旅行時購買電子煙和周邊的產品 而他的朋友就會在香港購買電子煙 對於政府決定立法全面禁止電子煙 Jack認為政府的禁煙政策奇怪和不合理 我覺得指標不自本 很多東西都 即是你傳統香煙 一向都是一個比較滿露 層面上比較廣泛的 東西 始終一直這麼久都是 但是反而你會禁了一樣 是 沒有那麼多人吃 和傷害性比較低的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覺得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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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禁傳統香煙 反而會禁電子煙 我覺得他的天平 即是他的平理上 有點奇怪 他的價值觀看電子煙和傳統香煙 因為如果他覺得 食煙只有這麼大影響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索性一次過禁所有的煙呢 我沒有問題的 就覺得 即是 我反而覺得這樣比較合理 即是你禁了所有全部煙的製品 那你全部不能吃煙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達致到你本身想講的目的理念 但反而他又禁了一些最 傷害性和影響性比較深遠的東西 他又不要理 反而他又禁了一些比較 即是一直供應大家 比較知道上是比較 對身體沒有那麼影響 對其他人都沒有那麼大影響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比較 不好理喻 這個決定 Jack更認為全面禁止電子醫會座長 讓客視買賣 他不立法規管 他現在這樣全面禁了 反而變成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的時候 你不會在意 他會不會立法規管 那變相我覺得是一些私煙的問題 會更加猖狂的 其實他煙彈的問題 即電子煙裡面煙彈的問題 其實都已經一直存在著 黑市的存在在這裡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政府 如果他的決定是這樣的時候 唯一一方最大受益的 就一定是黑市那邊 我覺得 Jack認為政府應該參考外國政府 對於管制電子煙的做法和經驗 我又覺得 可以其實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始終人家都立例實行的時候 就可以有途可減 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這樣一定有他們的動機 不會說有人想他們就會比 他們一定是經過一些研究調查 覺得是正常合理可以推行的時候 他們才會推行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始終我覺得他這次 如果他這樣立例的話 就比較果斷了一點 近年電子煙通過不同的渠道流入本港市場 而他的安全一直備受質疑 也有很多煙紋改食了電子煙 有研究顯示 很多青少年成為了電子煙的煙紋 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 政府決定全面禁受電子煙 但是有人擔心禁止電子煙 反而會導致一部分人轉食傳統的香煙 雖然電子煙的熱潮興起 但是也有不少的人選擇吸食傳統的香煙 到底兩類煙紋對新政策有什麼看法呢 兩方面的爭議不斷 從不同的聲音了解一下 禁止電子煙是否真的對港人有確實的幫助 阿K大約吃了五年傳統煙 他表示不支持政府全面禁電子煙 認為兩種煙草禍害分別不大 其實禁你都可以說是沒有什麼用的行為 他認為電子煙只是在攜帶上比較方便 而且相對昂貴 所以沒考慮轉食 如果你的點煙和煙量來說 都比電子煙少很多 而且沒那麼方便 電子煙的話 你純粹帶那支東西出去就可以了 但是傳統煙的話 你就要帶煙盒和火機 那些東西帶出去 電子煙其實它的來貨都比較貴的 傳統煙的話 你可以在便利店 或者報紙檔都買得到比較方便 如果你計算的話 其實一個月大概兩包來講 五十九元來講 都比電子煙便宜的 其實和害來講 沒什麼太大的分別 反正都是煙來講 都是一樣的 阿K認為政府禁電子煙 是因為煙傷問題 其實政府禁電子煙的原因 因為它其實在電子煙裡面 收煙碎 其實收得比傳統煙的煙碎 是少很多的 如果政府不禁電子煙的話 那些人買電子煙 買得越來越多 其實政府收傳統煙的煙碎 會少了很多 少了一筆收入也可以說 他認為兩種煙沒有衝突 政府不應該單方面禁止 因為其實人家有人喜歡吃電子煙 每天都有人喜歡吃傳統煙的 其實兩者之間沒什麼衝突 這個政策其實純粹是 政府為了收多點煙碎才這樣做的 又不會覺得奇怪的 政府一向都是這樣做事的 你慢慢想的話 就會覺得很正常的 按電子煙線的話 對於有人希望全面禁煙 阿K認為沒有這個可能性 如果傳統煙都禁煙 其實沒什麼可能的 你全港那麼多人 你基本上有一半人 也有吃煙的習慣 你禁煙傳統煙這件事 其實真的沒什麼可能的 在這個世界上 反正政府都只不過是 健康著想的 和圍便利店職員的阿K認為 禁止電子煙是不會影響 煙民吃煙的意欲 有的 其實他們都有說禁電子煙這件事 但是對他們的影響 其實不太大 因為基本上他們很多 都是吃了十幾二十年 傳統煙那些 所以其實禁電子煙對他們的影響 可以說是沒有的 那這一層又沒有的 因為他們就算 聽到禁電子煙這件事 他們都只會說 反正都真的沒正式生效這件事 那反而繼續吃先 就沒有特別說 會不會之後轉回吃傳統煙 他們也認為 現時煙稅價格過高 絕對會 絕對會過高 因為其實 說50元的話 其實只不過可能是 五六年前的事 但是加到現在59的話 就是作為我來說 對於我來說 我都會覺得貴了很多 現在煙稅的話 你看煙的價格都知道 以前其實只不過是 買50元一包 現在買到59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為什麼你在便利店買59 買得這麼貴 我們在旁邊 即是那些士多 買57、58 其實政府比每一個地方的煙稅 都不同 其實市民對這件事 反而最擔心的就是 你的煙一直這樣加價下去 如果加價真的貴到他們 會連吃那一刻都不想吃的話 政府就做了一件很無謂的事 至於電子煙對人體的影響 有人會認為電子煙是一種戒煙的工具 亦有意見指出 電子煙反而會導致雙重吸入尼古丁 會令人吃更多煙 反而沒有戒煙的功效 今年五月 有煙箱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指電子煙比傳統香煙所含的有害物 少百分之五十至九十 那到底電子煙對人體的影響是怎樣呢 我們和醫學界都談過 醫學聯會第一副主席張文勇就說 電子煙雖然沒有傳統香煙燃燒之後的有害物 但它和傳統香煙一樣都有尼古丁 更加會有一些未知的化學物在裡面 電子煙其實都有尼古丁 所以電子煙一樣會令到 譬如血壓高 一樣可以導致中風的風險 或者心血管的風險 因為它的溫度沒有那麼高 燃燒香煙的化學物是沒有的 所以在那方面 就算有些科學家說 可能會不會是沒有那麼大呢 但我們不要忘記 因為電子煙是一種比較新的事物 可能裡面也有些化學物 有害我們現在不知道的 例如它大部分的電子煙有甲醛在裡面 那方面我們知道對人體是不好的 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空氣裡面的污染 這個原浮物粒子對人體有害 電子煙裡面一樣有這些粒子 是我們以前說的那些原浮物粒子 都沒有電子的微細 越微細的粒子 它是越可以達到肺最深的部分 以及可以直接進入人體的血液循環 美國的surgeon general也有這個憂慮 就是這個比較新的事物 如果那個副作用10年後 或者20年後才出現的 正如煙草 很多時候10年20年後 才發現有肺癌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新的醫學報告 去顯示電子煙的傷害 所以現在說它完全的傷害是低於傳統煙 其實就是言之上早 張文勇又說電子煙的霧化吸食方法 會令到煙紋吸食到更多尼古丁 令它們有更多快感 就好像其他毒品的吸食方法一樣 但是同樣跟傳統香煙 電子煙一樣會上癮 霧化是有這個作用 我們其實都知道的 我們作為這個藥理學家 其實都知道這個是一個很有效 很迅速可以將那些藥物帶到身體的方法 例如你有哮喘的患者 他會用一些噴霧 還有如果我們再想一下 很多吸毒者 他們都是在鼻上吸毒品進去 他們會有那個快感更加大 所以他們寧願吸毒者 多於吞毒品的軟仔進去肚子 電子煙可不可以幫助病人解煙呢 其實都需要這個臨床驗證的 正等於你美沙酮是一個認可的 可以幫助一些 譬如你對這個海洛嬰 有毒癮的癮君子 可以幫助他們解毒的 但是這個美沙酮不是廣泛可以買得到的 一定要在一個療程之下 醫生處方的 所以如果是證實到可以幫煙文解煙的話 可以有一些或者經過專業人士的途徑 去供給那些煙文的 就不應該隨便買到 尤其是青少年買到 我覺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他很容易被這些煙草公司 就是要manipulate